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说时程很难达成共识 所以目前协商是破局的 原本是预料说明天原定议程是要邀请陈建仁来进行施政报告并且备询 那届时就看到时候朝野党团有没有提出一些变更议程了 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国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实案之外 蓝营也盘点了一下目前有五大战场 那第一大战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实案报告 再来第二个就是不得藐视国会 再来还有大家很关注的就附入禁团令这件事情 怎么可以选前说要开放选后马上说禁止呢 以及这个台印签MOU的事情选前也是一直否认啊 说是假讯息就选后马上签了之后 就是你感觉好像都是为了选举而有一些的变化 那再来还有巧心要查周遇寇的标案的事情 那老柯又讲了啊 他说很多事情应该适可而止 政治是非常严肃不是骗术 很多网友在那边嘲讽 他说哎呦柯建民跟你说适可而止 柯建民跟你说骗术 那不是你柯建民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吗 所以大家觉得说老柯讲的没有说服力 还有这个韩国瑜也提到说 人民的大事蔡政府到底有没有在意 因为其实人民在意的每一件小事情 对于人民来说都是影响非常大的 但是你看看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高雄的赌博网站加密 洗钱了90亿元 有20名的涉案人员态度良好 结果全部都获得缓刑 网路上面嘲讽不断 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帝国犯罪天堂 现在看起来有机会继续蓬勃发展了 蔡英文你喊了司法改革八年 结果成绩是这样子 所有的诈骗案态度很好 这些涉案人员都可以缓刑 那被骗的那些人呢 大家不就是更冤了吗 这是不是都只是在保护加害者 那再来反废死民意被欺票打爬 现在司法院长呢 感觉上面好像要让赖清德穿小鞋 这是即将卸任的司法院长许立宗 他在春节前突然提了一个事情 说公告四月要进行死刑和线性的辩论 预期只要有七位大法官 同意的话就可以宣告死刑违宪了 那法界就认为说 这个许中立这个动作不单纯 他选择在离职前夕提这件事情 那不就是要让赖清德拆弹吗 等于是要给赖清德还有新国会穿小鞋 丢一个难题给赖清德 是不是要拼他的胃流 那许中立又是何许人 他是蔡英文的老师 也是蔡英文亲自提名的司法院长 是不是要留下一个 你必须得要听从蔡英文意见的这种做法 所以刻意给你弄一个小鞋来穿一穿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民众党这边 虽然柯文哲现在主攻立院 就说这双招伪 这个关键少数 看起来民众党会吃闷亏 所以感觉上面蓝绿不见得会买单 就是恐怕在这个招伪这件事情上面 民众党可能就要被边缘化 但是他们自己现在内部 也有三大问题要解决 就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杨宝珍要传出请辞 人家讲说是不是因为跟陈志涵内斗呢 因为陈志涵现在要进军到立院里面去 担任一个主任的一个角色 会不会变成杨宝珍的一个上司 所以呢这个人家开始有些揣测 就是说是不是派系有一些茶壶风暴 那这个杨宝珍 不是这个陈志涵他讲法 跟杨宝珍配合得相当好 他说应该是这个杨宝珍希望要休息了 希望他休息好之后可以再回到团队 还有呢现在也有人传出来 2026年难道柯文哲要去选台中市长吗 这消息竟然媒体人爆料说不是空穴来风 董哥这样讲 他说因为选上 这个柯文哲很担心 万一选上之后很麻烦会卡住他 因为他还要拼下一任的总统 万一2026选上 他恐怕不是太乐意 再来还有这个苗栗市长的补选 到底民众党要不要派人呢 现在也让柯文哲很头大 因为万一派人 结果没有选好了话 那就很难看啦 结果反而还扣分 所以接下来这几场补选会不会派人呢 会不会在派人当中讨到便宜呢 也变成柯文哲的一大难题 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上公 上公怎么看现在这个新国会的五个战场 我觉得一件事啊 当然新国会里面一定会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定是磨到祸祸 尤其是三党不过半 而且这一届最大的特性是 新科立委的比例相当多 新科立委比例相当多 当然在这样一个 三党不过半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有所谓的盘点的工坊 盘点工坊 当然立法院里面 明天开议第一件事情 超会协商破裂 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政总质询 他一开始就进行施政总质询 其实施政总质询 蓝绿尤其是蓝白 上台里面他就是一个战场 一上去就是一个战场 比如说 你黄国昌一站上去的时候 他说他要对法务部部长等等 甚至于包括NCC等等 一站上去他会不会问 我相信他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问 因为一站上去他就是一个工坊 你包括说是刚才提到的 说卢秀燕要不要去 现阶段都已经在草翻天了 他一定会工坊 但是这些议题里面 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的工坊 应该会走向于委员会 因为所有的包括国会改革的方案 特征组的方案等等 他都要进行一个修法 修法的话程序上面 你必须提案到 院会 院会以后交付委员会 所以委员会会变成 29号召委选出来以后开会 他会变成一个工坊的焦点 反而会从委员会上面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委员会的工坊 当然立法院的事务上面 它是非常复杂 繁琐的 因为未来正常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开会 大家都会看到 每天立法院的工坊 当然在这个工坊过程当中 大家在看的是一个 民众党里面未来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会成为 一个关键的少数 举一个比如说 如果说真的要修国会厅政权 这是民众党当初对院长选举 提出来的四项意见 四项意见其一 他可能会跟着国民党去 采取同样的立场 但是特征组 柯文哲在总统选举 明确说是反对 反对恢复特征组 那这一个事情 民众党又会跟向哪一边 所以它是一个议题上的合纵连横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多数是经常会变换的 表决过程中多数会经常会变换 当然大家 在预期过程当中 现在比较关切的就是 民众党的风波不断 包括前面蔡壁如的事情 后面当然一发布 陈志涵去接党团的主任 杨宝珍是副主任 立刻就要请辞 这个事情当然时间 时间点不管民众党 当然许府今天有在解释 说二月的时候 当然杨宝珍要喘一口气 希望找个人人家带办 因为主任玄缺太久等等身体也不好 曾经修过命价等等的因素 但是你都很难去 很难去厘清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陈志涵去他就知道 如果说是要休息干什么 那主任来了 那他是不是反而松一口气 应该工作上面 主任应该比较繁重一点 他的副主任可能反而松一口气 而为什么这时候反而 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而辞职 他当然会让人家联想到说 是不是又是一个风暴 好 来请介绍郑老师 当然立法院新开仪 大家就在看说 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焦点 展现什么 刚刚上一部提到说 大家都展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攻防 这是必然的 但我们希望那种政治攻防 都是有理有据 都是扎扎实实的 都是一种必要的 而不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操作 作秀或者找个满田烟雾 障眼法或者是抹黑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是要监督他的 好 光是你说 国民党现在把食安议题 放这列为首要的 当然很好 我刚刚就看了Google 就看了一下 王定宇已经在发声了 他说卢秀燕 你一定要好好回答 为什么同样那一天 宰的那一批肉 其他的怎么验 都没有问题 只有你台中那一批出的问题 而且检验还不只只有你台中 还有其他相关限制 都没有 那你第一个 你卢秀燕就要首先回答 为什么只有台中才有 当然好像很有道理 他还讲说 有些人没有公共论证的能力 只会进行人身攻击 大概有很多人喜欢骂他 王八千什么事 他认为这些人人身攻击 没有公共论证的能力 但是王定宇我真要告诉你 从刚刚那个标准 这件实案当然很大 可是现在立法院不是要求 行政院去背询吗 行政院这是他的职责 这是立法院的权利 你是立法委员 你首先要对的是 行政院院长要到这个地方去背询 包括这个议题 你为什么对着卢秀燕呢 如果有关卢秀燕的 你可以在行政院里面去问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 你们怎么去 你们行政院怎么去问卢秀燕 到底为什么只有他 行政院要给你一个答案 他跳开 这个立法院这个战场 你隔空打到台中去 然后跳着 然后在林靖燕又配合 林靖燕比较贼 他利用说立法院是有这个权力 可以邀请地方首长 地方首长可以自己决定 去说明不是被询 但是两个一夹击 箭头都对着卢秀燕 卢秀燕是不是他们未来的 总统候选的可能潜在的敌人 现在就要开始下手把他抹黑 你关卢秀燕要怎么讲 他说春节期间 大家都很喜欢吃猪肉 有些人见烈欣喜 就开始政治操作 伤害猪農跟消费者 有些人是谁 他已经在这边政治操作 是谁没有公共论述的能力 你今天立法院 你不知道你的职责吗 你不知道立法院 已经安排行政院陈建仁 要去做专案报告吗 你不知道那个专案报告 就是你的战场吗 而且这是你监督行政院 行政权 这是你立法权 结果你用这个隔空 打到地方首长那里去了 而且讲到那副 抑正言辞说 你看我是有公共论述能力 认为别人没有 这一揭穿 我是为什么这么严格监督 我们希望新的立法院 新的气象 像这些旧的过去 已经恶名昭彰了 不要再耍那个老技巧 希望你改协归正 同时我们是严格监督 希望历史还能够 不要再有这种乱七八糟 这浪费多少精力 全部都要做政治斗争 你哪里真正就事论事 如果说那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有看到网络讲说 会不会有可能是签面人 签面人故意知道这个事情 那也是一种可能 你说卢秀燕你要回答 你这句话就是暗示太多了 真的这种立法委员 你真是糟糕透顶 好 来问蔡薇 韩国瑜的第一次朝野协商破局 我想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毕竟现在的国会 就是三党不过半的一个状态 所以朝野协商一定都会有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那破局很简单 破局那就是按照惯例走 之前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黄国昌其实在过去的国会 他也经历过朝野协商破局 然后按照惯例走 所以我也不懂他现在还在出来 好像大小声是什么样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意思 不过我想这个本来就是 黄国昌老师他惯用的一个做法 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跟他说 可惜他听不进去的 国会不是在比大声 你看看过去时代力量 他很喜欢拉着时代力量 出外面面大小声 但是时代力量现在在哪边 没有啦 泡沫化啦 消失啦 所以就可以去推测黄国昌 他的做法到底合不合理 但比较遗憾也比较可惜的是 过了八年他现在一样在立法院 还是想要来比大声 那民众到底能不能接受 而黄珊珊民众党这一些人 能不能接受黄国昌的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反而会是比 杨宝针跟陈志涵 还要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委员自己在里面内斗 接下来可预期的是 民众党的这几位委员 这八位委员可能意见会非常非常的分歧 不只是包含在法案分歧之外 连在对外的工房也都会分歧 大家都知道 上空跑立法院跑得比我更久 只要委员自己在对外工房 有不同的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那这一个党团 他可能接下来会走向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 因为他完全就没有一个方向了 完全民众党他在党团 他是最大的力量 可是他就一个完全没有方向 那自然而然他也提不出 什么其他好的一个法案了 所以在立法院 我觉得现在民众 马上非常非常危机的 就是他已经开始内斗 而且内斗台面化了 那说到这个司法改革 其实司法改革 现在台湾司法改革 已经越走越远离 人民越来越远了 连这个废死 超过连这个死刑 超过七成的民意 都是支持的 民进党到现在都还可以继续玩 选前不表态 然后随后再跟你说我要做宪法讨论 这个不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吗 那大家还要去相信民进党 还要为人民做什么 根本都没有在做嘛 就只是一个作秀而已 而说要作秀 再讲回到这个民众党 其实柯文哲现在 其实也是一样在作秀 而且这个作秀还要放风声 大家不觉得民众党很奇怪吗 什么事情都要放风声 内斗也要放风声 然后连下一步都要放风声 现在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 说杨宝珍正在立院这边接受联访 而且边说边哭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感觉民众党里面的茶壶风暴 已经掀起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宝珍在民众党的党团 里面很久了 也当发言人很久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主任的位置 其实大家也会蛮好奇的 为什么不是给宝珍 那反而是陈志涵一来 然后就可以去当主任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任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争议 把这个纠纷谈面化 但是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吗 民众党他现在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党 而且他没有自己 他要走的路的主轴 所以我觉得这是民众党 他应该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就忙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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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